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节目支持Larry 好,这一节的世界分为消息 也要跟大家讲一下海军的消息 也是最近的大消息 来自阿拉斯加的阿流申群岛附近出现了访客 都很久没有出现过这些访客 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海军 总共有11艘艦艇 以一个编队形式出现了阿流申群岛海域附近 中俄联合编队在2022和2023年都经常出现 但要远航至到第一岛年的尾段 第一岛由阿流申群岛开始拉下去 你看到这次的11艘艇航空兵 已经第一次出现只严喆ften群岛附近 当然你看到这次亚流申群岛 比较比较远 其實也不算什麼大驅族 因為始終也算沒有進入美國領海 沒有進入到備連區等等 所以美國也要派出 海上和空中的資產進行監視 這也是一個最近我們觀察 在阿拉斯加附近最大規模一次聯合的巡邏 我們也看到之前在日本那邊 做了一個聯合的海上巡邏之後 終於來到美國近海岸附近做了一次 我們也會關心 問題是會不會在阿拉斯加這邊 美國的防部穿了個洞 令中國和俄羅斯的海軍有機可乘 但是我們又知道阿拉斯加 又真的不是純粹是不接火的地方 也屬於美國在北極圈 甚至乎在防空圈裡面的重陣 為什麼這次會百物一疏 就好像突然間海軍這邊穿了個洞 我們也會跟大家做一個評論 當然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忙給個like 還有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我們開始了 我們還有Simo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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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件事都算是最近軍事上的一個比較大的新聞 因為大家都經常看著南海台海這邊 突然間阿拉斯加阿拉斯加阿拉斯加群 那邊出事了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不會是 我們咪後來說 穿了個洞是否現代珍珠港事件 現代珍珠港就是偷襲事件 不過我想跟現代 我們跟二次大戰的時候不一樣 現在這個年代全部都是開口牌 全部都是天璣、紅外衛星 全部都是禮貌 所以美國人在你去到一半 甚至從日本那邊過來 他們也有大量的情報搜集 包括我們說 美國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最厲害的是無人機 所以一定是有很多無人機 包括有RQ-4、MQ-4C 一組體院來 附近每一個空軍基地的情報站等等 應該都會收到消息 不過這次看下去 我經常覺得 美國好像派四艘的8級驅足男 這次看來的感覺 你是說他鬆容不逼又行 你說他很臨時 突然間只能夠拉到四艘 就立即上去又行 再加一個P8 他會不會聯合巡邏 對十一艘艦艇 對四艘美國的艦艇 你有沒有覺得 美國好像有點傻 就是阿羅生群島附近 你過門一刻 我都要派四艘艇過來 看看你的 沒有做過關的事情 我覺得 大家第一個看到的新聞 就是美國人是有點傻 隨便派了四艘 他四艘 我當時沒有詳細看哪四艘 但可能都是DDG 接著再加這個P8A P8A大家都知道其實是海上巡邏 海上的監禁 那一架機是第一次公認的 它也有攻擊能力 但它主要都是呈監禁 大家可能覺得奇怪 人家已經拾一拾過來 你不斷找四艘隊一架 加上一架飛機好像不太妥 你不斷找我 我和Larry King 我和大家找找資料 其實阿拉斯加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海軍基地 但是它的海軍基地 基本上是一個巡邏機中隊 所以它不是像 Diego或者是 夏威夷那些 是打贏海軍戰艦的基地 它反而也是 我剛才說的監禁為主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所以我們剛才 Mike 我和Larry King 幫大家找找資料 因為阿拉斯加這頭 其實住宅最大的 是空軍基地 海軍就已經很久沒有人來 過來這頭 所以都是急急忙忙 從本土 就是西海岸調些船艦上來 就是這樣擺個陣 是啊 我想其實都要在第三艦隊 抽調些人過來幫忙 所以其實都很早 真的看到你 我們說回它在 11艘艦艦裡面的陣容 陣容裡面 其實有六艘艦 來自俄羅斯 包括他們有兩艘的驅逐級 驅逐艦 有三艘的護衛艦 還有一艘的遊輪 我想就是保友那一艘 另外中國這邊又派出了五艘艦 兩艘的02D 兩艘的054A 還有一艘 泰湖艦 我們說是903A 屬於25000噸左右的一個部級艦 沒有去到901 就是我們說四萬噸 那隻 就似乎是跟航母編隊 都設定了 所以如果是其他的艦艦 就用903A 或者903A 例如遠洋的編隊等等 如果純粹是 驅逐艦護衛艦這些級別 尤其是那兩艘驅逐艦 真的是三四十年歷史 再加一些沒什麼戰鬥力的 所以其實他覺得 我四艘白黑級 我算VLS的彈 都夠收拾你們這麼多艘艦艦 是不是 所以覺得派四艘都夠夠收 是啊 大家都知道 還有你海上對決 現在所謂海軍對決 其實很多時候 是要靠海軍航空兵來打 在雙方都沒有航母的情況之下 你那艘艦艦來到別人 咬緊眼流 找到別人的地頭 別人那裡剛剛有一個巡航機中隊 就是P-8A P-8A最厲害就是上去急領 看到有什麼事情 他就可以把他的訊息 分享在下面的四手DDG 所以美國人覺得 都夠看的了 說真的 你俄魯的戰鬥力 我相信現在全世界 他們沒有什麼期望 特別是 大家知道 俄魯的海軍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他幾個的藍隊 五雙之間 是不可以首尾相互 是完全分開的 說得難聽 如果你藍隊之間想 想去隔壁港口 休息一下 差不多大半個地球 所以他們的地理位置 真的衰得沒有人 我們偉大祖國這次出的也不是太大的火力 說真的 因為以前試過是05遠陽 甚至去到關島那頭 迫近夏威夷 都試過 這次似乎只有兩手02D 還有兩手054A 再加過903A的奶媽 所以美國人似乎都是先看著 所以他海軍方面出的東西 就不多 但是我們今天 重點要說其實不是他的海軍 為什麼海軍可以出那麼少呢 其實暗瓦底 是因為他後面做了一支 龐大的恐怖的空軍 在附著都還沒有出 是的 因為我們剛才說 制海必先制空 所以如果以防衛角度來看 如果你有空軍的戰機在附近 尤其是他不是一個基地 兩個基地那麼簡單 阿拉斯加其實是屬於 北美防空司令部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在那個北美防空圈裡面來計 阿拉斯加應該是差不多的中心點 所以他們是有大量的防空設施 包括我們講到 有很多的雷達站 有很多很厲害的雷達 包括Long Range Radar 包括Pave Force 大家講台灣那個 美國這邊 隨便都放了三四個 都很誇張 覆蓋這個範圍 美國西岸東岸 阿拉斯加 加拿大全部 物質質地覆蓋在這裡 專門對付冷戰時代 那些彈道導彈的威脅 核彈那些威脅 所以防空 首先網就積好了 另外防空另一個重要 就是空軍基地 那裡真的多到 十一個空軍基地 重要 有兩個 非常厲害 有兩個空軍基地 一個我們叫Almondor Richardson 一個Ileson 這兩個 他們的戰機真的多到 重要 全部是又厲害 又漂亮 又多 很恐怖 最貴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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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2 F22 隨時飛上天 就準備打擊你任何 包括轟炸機 戰鬥機 攻擊機 以及海上面的艦艇 其實全部都會 under它的火力覆蓋範圍裡面 還有大家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這些F22的機組 我們經常說的 叫做Mission Table 是有兩個定義 第一件叫做Fully Mission Table 就是所有任務他都可以做 第二件事是Limited Mission Table 就是有一些任務他做到 有一些他做不到 但不代表他就起不了 他只可能是 有一些比如說 長度奔集加油 或者是其他的 帶彈藥 可能他某些指標打不到 但是他一樣有升空作戰 所以這個是 我們希望給大家有一個觀念 就是全球最密集的 第五台戰機的密集地 在哪裡呢 其實是阿拉斯加 因為我剛才剛才說了 F22 起碼有47架 47架的F22在那裡 其實F22機隊 在2000年初服業的時候 他們一開始裝備的 其實全部都是阿拉斯加機 為什麼呢 就是防著和老 雖然蘇聯解體了 但是他們始終覺得 和老的威脅比較大 所以一直以來 F22在那裡都很多 之後就會有一部分 會轉移去沖繩島基地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但是現時來講 在2022年的時候 跟我們偉大祖國 在網上搜羅的資料 那邊呢 剛才我已經說了 就是有兩個的 Fighter Squadron 就是空軍 空軍的戰鬥中隊 在阿拉斯加的那個 那裡的基地 那麼 這一堆就最貴了 大家如果看航展呢 有時候會看到那些F22機來表演 他們後面 機尾會有大大的AK字 那一堆就是阿拉斯加飛 因為是阿拉斯加宿舍 那這堆是屬於哪個部隊呢 就是屬於第三航空聯隊 那下面呢 有第90的戰鬥機中隊 也都有525的戰鬥機中隊 那這兩個就是專門負責F22A 那當然第三戰鬥機聯隊 本身還有其他的很多 比如說運輸機 比如說E3B的這個 就是空中預警機 那他們是一個 非常之完善的一個戰鬥部隊 那也都是這邊 其中一個絕對的主力 那航拍圖 就周到時都看到很多F22 就停在這個跑道 機庫外面 或者有時候大將萬步 大家都會看到的 那所以我們當時看到這個新聞 第一個反應就是那些F22去哪裡 好像不是很想出來的 會不會對地 就是對海攻擊能力差一點 因為始終F22是這個 主要是爭奪制空權的 那對方沒有海軍海空兵過來 那F22出來好像 有點火不對板 就是不是很對牙 但是沒有F22 還有另外一堆去出 另外一堆其實更厲害 那另外一堆F35 那真的很恐怖 那另外一堆F35A 其實可以隨時出來 又是剛才我們說的空軍基地 哇,真的有很多 有多少F35? 很多 又是有五十多架 很多F35A 其實你想想 F22有這麼多 F30有這麼多 你真的隨便扔一些炸彈的感覺 把這裡的艦隊都將出 orbital 才能黏滅 所以我 Larrycky Warner llevar兵 原來看不會對稱 其實阿拉斯加的位置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其實有一張圖能夠讓大家看到一個江湖的傳聞 這個江湖傳聞很難經過證實 因為都是一些意圖的東西 不久之前,美國有三艘潛艇 在英國蘇格蘭北部附近海域出現了 這個出現當然是故意的 因為以我們說美國的核潛艇 它不浮上來,一直在海底下問題不大 甚至基本上由它出港,下潛 到它回到美國的港口才上潛,上浮 其實應該是一個上態 它中間除非有補給,但它可以不補給 一直都是水底,你不會看到它 所以如果它在蘇格蘭上浮 首先,第一個就是挑釁 然後上浮,然後患上你之外 然後應該是在蘇格蘭製作 那邊有些船艇幫它做 或者做了探訪 或者在那裏做些練習等等 很多人就說這三艘潛艇 很有機會再見不到它們的時間 它們就會透過北極航線 穿過了俄羅斯的冰下面的海路 最後可能會過來太平洋這邊也不奇怪 所以俄羅斯既然這樣就要做一個反制 你這樣夠僵入到我這個北極航線 我又要踩回去你的北極航線 如果你這樣踩北極航線 照走,就走到阿留申群島這一頭 這個是江湖傳聞的 但是先不說真假 三艘覺得呢 就當真地看 你覺得這次這個反制 就是別人進我北極航線 我去到你北極航線 第一,是不是對稱 第二個就是其實 那個威脅上是不是北極航線 現在那個爭奪 都在全球暖化之後都開始激烈 當然了,全球暖化之後 我第一個發言就是 好像北極航線又開始了 大家都知道地頭是一個球形 所以北極那邊 你走那邊會縮斷很多路程 還有,主要那邊的航線 剛好開回來 第一,沒有那麼多堵塞的情況 是不是 還有,他都經過河路上面 他可能想辦法怎樣收下過路費 所以他當時都很重視這件事 美國都開始重視 那三艘在蘇格蘭潛艇 其實給人有一個信號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很戰爭 現在很嚴重 準備上班 那三艘是否叫做來幫忙震一下牆 告訴我 你不要搞北極 而且前排大家都知道 為了所謂震懾北韓 美國有一艘核潛艇 就是戰略核潛艇去南韓那邊 那一艘很帥 還要帶著一個小型的大型作戰潛艇艙 很小的貼在潛艇上面 那變成對俄羅斯來說 喂,大哥你這樣夾著我 就等於是 是不是 我遠東就被你夾著 歐洲這邊是你的做好事 擺三艘過來 一艘都不敢 三艘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陣仗 你想想,航母編隊最多都是帶兩艘而已 那他三艘過來 很有這個 掃牆兼發動突然攻擊的意味 所以俄羅斯可能很緊張 那他覺得 就是 北極狂線,我先試一下 那他當年 他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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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艘阿拉斯加給美國人 變成現在北極狂線一人一半 中間夾著那個海峽 但是說真的海峽來講 以俄羅斯現時的軍事能力 他最有威脅的應該都是屠九五的 每次屠九五飛過來 美國人都很麻煩 因為你不知道派什麼叛飛 派什麼叛飛都沒有 他飛的時間那麼長 然後就順便很厲害 前艇都聽到他的聲音 但是你在這方面 看這個航線的爭奪 阿羅斯群島和阿拉斯加這堆基地 又會變成了 前線的爭奪 所以在這方面 美國人想出的就是 我前線用船來爭奪不太大 因為你船第一晚 第二其實你船所謂的 雖然有雷達有防空 但是你真正攻擊上 當然是在空中制空拳很重要 而且現在所有的多功力戰機 你有制空拳 它對海的攻擊其實一樣不方便 況且A、B、B、B 這些對美國來說 已經做了幾多次的演習 所以 剛剛也說到它在阿拉斯加這邊 以前有50多架的F-35A 這個戰機 從2020年開始 Rotate過來 都不是Rotate 即是換機 它以前是F-16多的 那它是屬於 第354戰鬥機聯隊 現在已經是裝備了 以前的F-16那些戰機 基本上就換了F-35 你想想50架 54架F-35 它們還要配備 每架F-35機 基本上是1.5個機師 那你真的很大 這班基本上 可以不間斷來起飛 程監證 大家都知道F-35 最好的列架員 接著就是對海的攻擊 它也可以 去用這個 合成空型雷達 對你作出地形 或者是海上目標的 這個描繪油彈 甚至它自己的DDG發射 攻擊的導彈 即是對艦攻擊的導彈 F-35去導引油彈 所以其實在這方面 你那些18船過來 最害怕 我覺得不是F-25 而是F-35 因為它可以搜集你所有的程度 然後對你所有的攻擊 你的意圖 它都可以清清楚 而最重要的是 人家有空就大象晚寶 是吧? 是吧? 所以都要面對著對方的空戰 但這次沒有出道F-22 F-30 如果中國這邊 就是現在運油彈開始出來 運油彈開始出來之後 在長春寶空戰 它沒有試過做 是幫這個 殲20和殲16加油 空組加油 接下來沒有機會看到 運油彈 甚至乎飛出國外 然後就幫這個殲20和殲16加油 接下來可能加上空軍戰機 過來玩一下 或者再不然就可能要轟6 不過這麼遠 轟6就不太肯定它會不會來 這架路彈機 但是你說殲20的 隱形戰機的 再配上這個運油彈 都不是不可能的 在實踐的能力上 如果過來了 那就真的有機會 F-22F-35的空中相遇 有機會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些空中家 有幾次去襲擊 你那個人就整個 他自己覺得很新 是 殲20和殲16 你要飛過來 阿流山這邊 其實那個行程 差不多等於飛到南方 是 我們以前也看過 有個報道就是 有一個 目前那架是 蘇30 不是殲16 蘇30 不是 蘇30幾架 幫他加油 然後他終於去到南海 最南端的地方 好像非常受到的 你去到的 但是你去到的 能不能夠作戰 作戰員 可不可以回來 那一下你的保障 就很濕勢 那美國人好在什麼呢 美國人盛在太平洋這邊 就是東海 南海這塊 他將會有大量的軍事基地 可以給他用 所以他的補給就充足很多 他們計過就是 在阿里斯加基地 離飛大概7個小時 可以去到韓國那邊 那再飛到來 比如說台海 東海 大概再加3個小時左右 所以變了 他有不同的中轉站 他可以停留 他可以加油 他可以甚至換機師 都可以的 所以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 有這個沖繩島的F-15的駐軍 就會轉移成F-22 基本上都是在這邊過來的 這種情況 我們會不會看到呢 有可能的呢 都要練一下這個混有二龍的加油能力 對不對 你加油當然要走得遠一點 但是你說來到這邊 如果是真的想做任何的演習 那些就要小心難人 你就以一代路 說得難聽 你飛到多少架過來 大哥 人家這裏有超過100架的第五代戰機 整隊烏鷹這樣衝過來 整隊烏鷹生氣過來 你也不是說不濕 即是只是氣過來 不用火控 只是氣過來 你怕 他不會 他只是衝過來 然後彈出彈入 你也有鞋子 真的 還要是 就是好像我們今天早上說的 那個 山東藍同龍荔枝 突然間人家起飛 十幾個架次 二十幾三十架過來 你可能只有半個小時 你也不是說不投行的 真的 人家就是反應 圍著你那一刻 你真是累 真的 所以都挺恐怖的 Anyway 看到中國這邊 或者俄羅斯這邊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反制的 可能也看到 美國這邊 真的沒有一個大的海軍基地 所以也有些呼聲說 美國是否真的需要 在阿拉斯加 剩下一個大的海軍基地 一個永久的空軍基地 是否都需要 被一些海軍艦艇駐紮呢 但是我覺得 也很難的 第一 美國海軍的資產 其實現在也不是很多 他有的 他投入到第三艦隊 第七艦隊 都已經用了不少資源 如果你再分析一些 我真的不知道 首先第一 是否要開一支新艦隊 如果不是 又是第三艦隊 第三艦隊 其實都很大負荷 你又不可能在東岸那邊 抽一些軍艦 要不就要做多些軍艦 做多些軍艦 但是現在看到的預算 其實都做到盡 你看到巴克級那裡 一年就會有兩艘 一年其實做兩艘都應該做到盡 我覺得每個船廠一架 每個船廠一艘 很難再增產 是啊 大家都知道美國人的船廠 排隊維修 快要倒閉 受到盡 那些艦都已經頂不住了 他真的擴大不了產能 以美國人的做事是慢一點的 沒有辦法的了 其實美國人他們覺得海軍的觀念 就是打出去 就是去到人家的門口 那個就是海軍 阿拉斯加這邊除了空軍之外 有他們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遠程去打 之前講的波路爪 還有這兩年新服役的 諾希·馬提哥 最新的long range discrimination radar 這兩款他們覺得已經足夠了 純粹是他們不覺得人家真的會打到這裏 那這些防守 主要是防你舟製造彈 哪個 金子仔金突然發瘋 那些看得很遠 就算有什麼事 他整堆空軍起飛 什麼都搞定 你這一支部隊 超過100架的第五代戰機 這一種運動 現時在世界上沒有 在這麼小的地方 這麼大的運動 只有這個地方 而且他們在這裏的部隊 他們最專注的就是去應對別人過來 去捷擊 還有他們換到F-35之後 整個的態勢感知會比以前更多 所以美國人覺得在這個地方 他們不需要海軍 即使你有船過來 你看看他這陣子的P-8A帶著幾艘 就是為你船為數 其實他的P-8A都基本上收了所有資訊 實在不行 他可以叫空軍那邊的 他們有E-3這個運動機 不斷叫F-35上去 都挺麻煩的 船上去 即是你防空未必能打得到他 但是他拿了你的態勢感知 他有很多方法可以攻擊你 所以美國人 我覺得他不會調海軍過來 至於那些參議員 在那裡大聲疾呼 說要整個海軍基地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的了 又是咬軍廢了 那海軍現在已經 海軍現在已經看得到瘋了 那得鬼嚇你了 對不對 所以這些情況 我覺得他們應該和空軍搞好關係 多點請空軍吃Pisa 大家都知道阿拉斯加鬼星這麼冷 阿拉斯加是唯一一個 唯一的 唯一 他們真的幫F-22機隊做一個核軍的機器 因為冷得不見 真的冷得不見 他們那裡有 他們所有的導彈和武器 都要去阿拉斯加那邊做一個 冷凍測試 即是測試一下你在擊海的情況下 零下30度那些 你的武器仍然有這個作戰的指標 是可以達到的 所以那裡必須要做行運機庫 這個是真的 但是他周一時的F-22都放在外面 又放在外面 不管了 只要不是最盜那一陣子 他就放在外面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美國佬是這樣的 有什麼事就要訂空軍去死吧 反正空軍都會有空 你們說真的 我們再看 包括那邊是否真的會加強海軍 或者海岸防衛隊 或者甚至會派一些外軍陸戰隊 那些情況 雖然我覺得機會真的是小的 一來是資源的問題 二來就是那個維護也是一個問題 只要我們經常多一些東西 就是多一些東西 又要做維護又成 又要做物流 那些物流都不是小的 如果你要從美國本土運過去 那那個資源上又會大 那值不值得這樣做呢 還是其實空軍都能蓋上的東西就算了 所以我想都有牽涉到 除了軍事那個防衛問題之外 亦都有那個可持續性的問題 資源怎樣去運用的問題 那變成了一團很大的數 後面要再計 Anyway都看到中國和俄羅斯 那個海上聯合巡邏 現在真的越走越遠 終於遠到阿留申群島 那下一次會去哪裡呢 會不會真的一起聯合巡邏 去到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甚至乎再更加深入 那我們就是為大家 繼續做一些觀察 那今天節目就來到這裡 那大家記得 免費訂閱我們頻道 幫忙給like 可以的話 可以參加我們的Patreon 軍武老虎 支持我們 也可以透過轉數快 或者payme支援我們 好 那我們在其他世界發財消息 和烏克蘭戰報 跟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